粮食安全问题是中国最重要 也是最敏感的话题 随着今年中共国南方罕见的高温 6月下旬以来 南方地区平均高温日数 为1981年以来同期最多 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长江流于稻谷 棉花受灾 西南地区 玉米大豆受害 收成不佳 粮食供应又受到乌克兰战争破坏 中共国正面临粮食危机 习近平在20大报告中 提到全面夯食 粮食安全基础 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把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放在自己的手上 2021年的全国耕地面积 如果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是17.6亿亩 没有达到18亿亩 耕地面积还在所谓的红线以下 种植的粮食远远不够吃 同时更加依赖粮食进口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数据 2021年1至12月 中国进口粮食16453.9万吨 同比增长18.1% 俄乌战争 全球粮食危机的大背景下 很多国家都逐渐采取 粮食保护主义 限制粮食出口 使中共国在国际市场上 购买粮食难上加弹 二十大中共国所谓的农业代表朱永勇说 水稻上山很受农民欢迎 今年云南推广了50万 薅之八村推广了405 最高亩产788公斤 最低634公斤 总产28万公斤 薅之八村277人 人均产量超过1000公斤 饭碗牢牢地端在了我们自己手中 水稻上山 就如曾经大饥荒 前中共鼓吹的亩产万斤一样 是一个骗局 因为水稻需要大量的水才能种植 需要在低洼的地方 而在山上无法实现大规模的灌溉 加之今年南方又是罕见的干旱 朱永勇所说的产量一定是假的 中共国又在上演农业表演秀 预示着三年大饥荒的历史悲剧即将重演 请大家做好应对粮食危机的准备吧